下面请您欣赏相声乐在今宵表演者 郭麒麟 颜鹤小 每回都有礼物 还有我的 我以为跟这大哥亲一个呢 吓我一跳 这也算我师父儿媳妇了 对 我算他媳妇了 刚才是张赫伦 哎呀 赫伦多好啊 唱的也好 演的也好 但是就一个问题 他说了不算 都说跟人家嘿嘿嘿 他也没嘿就下去了 你可以嘿嘿嘿 我别来了我就 没关系 他们这种节目就是特别的热闹 不光观众爱看 我们演员自己也爱看 但是言归正传 什么样的演员表演什么样的节目 你颜鹤翔传 他来就来得了吗 我来不了 差一点 因为什么 跟个人的这个生活有关系 他这人平时就很耗尽 真的啊 你说相声我们在舞台上表演 大部分时候 有时候出的都是虚构的 但是也有真实的 是 拿言归翔来说 刚才我说他们家有钱 这是确确实实的真事 家里真太有钱了 有钱到什么地步啊 他爸爸每天出去溜弯的时候 时不时的就得数钱 对 真的 真的走大街上 他爸爸掏出钱来 啪啪啪啪啪 不停 你给我回去啊 你过来你过来 坏门你这叫 我们家哪那么有钱 真是事啊 当然郭麒麟他们家有钱 这两年 以前也不行 以前郭麒麟的爷爷啊 只能给人送水去 不不不 你这个说的有点过分 这你找的是不是 废话 咱们后台这都什么人啊 你先说的我 要依然这么说啊 我孙子还扫地呢 我孙子扫一半又回去了 你现在这大伙都那么热情 你还 这这这这 这这这 他我还说不上你了 对对对 我的天 演员太激动了 下不一样 这二十我下不来啊 要我亲密 拿我当骨头了 什么 他是狗是怎么着呢 别听说了 别瞎说了 这这都是一个小调剂 小幽默 小幽默 你说我拿他开玩笑 还急吗 不急 对 你为什么不急 我要不挣你爸钱 我早弄死你了 无所谓 什么理由咱们无所谓啊 反正你不敢跟我急 不敢急 甭说跟我跟后台谁 他从来没瞪过眼 我脾气好啊 脾气太好了 非常的温顺 真的 特别的通人性 你先等会儿 我还是狗上个我 您说脾气好就完了 善解人意 爱跟大伙开个玩笑 是 平时跟后台那哥几个都好极了 师兄弟 包括长辈 他跟我师父关系特别好 您说于谦老师 对 跟于老师 喝 忘年交 你们同龄的师兄弟 跟岳云鹏最好 小岳岳 对 他们仨人铁三角 对 有时候这几儿仨 经常一块出去玩的 几儿仨呀 银儿仨 还不是几儿仨呢 银儿仨 就这银儿仨 老一块出去玩的 对呀 山南海北哪都去 去哪了 西班牙去没去过 去过 喝 颜色香爱去那 因为那有一个运动特别刺激 什么呀 斗牛 西班牙斗牛 一个斗牛市拿着这么一块红色的方巾往这一站 这手就一抖啊 一抖 这牛的看这洞的东西他着急啊 他过来顶这块布 他一顶这斗牛市走你 这牛从这就过去了 左右都一样啊 这边也这边一抖了这牛 一过去走走走你 哎 你看下没有 嗯 多好 你看 颜色香头一回去 哦哦 看着还是新鲜 嘿 我也来一回吧 来吧 颜色香你斗灰牛 嗯 哎 我上是作死去了我 你想给牛来一个惊喜 受不了啊 我回家给我妈一惊喜 嗯 大大的surprise 像话 多好玩啊 嗯 不关欧洲 还去哪 非洲也去过 哦 这离欧洲还不远啊 哦 你非洲那边当然就不去大城市了 我去哪 像什么开罗开普顿都不去 嗯 专门上那个村里头玩去 哦 为什么呀 哎 这叫非洲农家乐 对了 没有这个名词 住在人家那个部落的酋长家里 啊 一个村一个村逛 是 这天这爷仨来了一部落 哦 一打枪 嗯 坏了 怎么了 这是一个食人部落 哦 就是部落里有十个人 对 什么文化 食人部落吗 吃 明白吗 哦 把我们要吃了 对 太狠了 好家伙 大师给这仨人五花大网都扒光了 嗯 拿水洗得了这边大锅 织好了 嗯 马上要拿他们就得灰土豆 哎 好吧 清炖就是 这会儿酋长来了 嗯 啊 行了 这会儿就赶上咱们这个祭祀时间 嗯 不能够吃人肉 是 就不吃你们仨了 那怎么办啊 虽然说死罪以免 嗯 活罪难逃 那干嘛呀 嗯 我们这村后山啊 嗯 有三个山洞 哦 每个山洞里有一只星星 星星 你们仨一人选一山洞 嗯 什么时候爆出小星星来 什么时候放你们走 对了 这还不如吃了我们的 怎么了 这非洲人什么刑法呀 你跟人家 嘿嘿嘿 多可乐呀这个 好 这能行吗 能咱咱不行啊 嗯 三人一人挑一个都进去了 哎 等吧 嗯 过了一年 哦 于老师这山洞打开了 嗯 于老师出来了 嗯 原来这劲子就烫得秀发啊 哎呀 出来一看成兔瓢了 啊 都掉 掉光了 嗯 这边抱着那小星星 真生出来了 你想想 哎呦 小星星往这一坐啊 嗯 这边抽着烟 这边喝着酒 上面探着头 哎 哎 这一看就是于谦的种子这个 出来了 嗯 旁边那星星 掺着我师父 哎 这我们大娘了 这是 对了 你一家三口多快乐啊 嗯 一出来 球长看高兴啊 嗯 你看看还真办到了 行 回国吧回国吧 这还有脸回国呢 放我师父回国 嗯 跟我爸说相上来吧 哎 嗯 你看走吧走吧 过了三年 嗯 月云鹏那山洞开了 哦 云鹏出来了 嗯 哼 没空手 嗯 抱了两只小星星 对好 这二胎都出来了 嗯 想象国家号召 哎 小星星长得跟月云鹏一模一样 怎么呢 哎 一出来一个一个 这是标准的姿势是吧 我的天哪 你那怎么出来了 哎呀 小星一个个都会唱歌的 怎么唱的 哎 这边一张嘴 啊 啊 啊 这边 五花 哎 你看 多可爱 二生步 啊 旁边那星星 颤着我师哥也出来了 哎 这我们嫂子 啊 一家四口出来了 嗯 呵 酋长高兴 嘿 你看啊 超额完成任务 嘿 做头等堂回的 给酋长气坏啊 嗯 怎么回事 赶紧进去看看 看看 啊 山洞打开啊 进去一看 嗯 给酋长气坏 怎么了 啊 颜小祥在山洞的这一脚 啊 星就在这一脚 啊 这俩人不说话 呦 浑身都是伤 啊 给酋长气的 嗯 冲过来拽颜小祥拨领的 啪啊 来一大嘴巴 你个没用的东西 啊 你看看人家于谦云鹏 人家一年三年 抱住啥星星去 你八年怎么一点 动静都没有啊 对啊 废话 我那星就是工当 我今儿晚上拿你就当那星 星星我跟你说 我 那那不行 那不行 受不了受不了 后来后来就放你回来 行行行 您这故事太荒大了 对吗 你是这帮出去旅游多快乐啊 哪有这事啊 多开心啊 嗯 他经常在人心里不搁事 对 很少说有不高兴的时候 嗯 我跟他就不一样 您怎么着啊 特别的忧郁 不知道亲爹是谁 嗯 这是值得忧郁一下 你这 这说一晚上都没劲呢 你这 就事实了 我凭什么呗 我都觉得这无聊了 那您什么事忧郁啊 由于因为考虑到我自身的问题 个儿太矮 谁 我 我个儿矮 您自个儿不知道啊 我一米七八知道吗 你 你拿尺子坏了 你看着观众这呼声 你哪看出一米七八啊 我 一米七 一米七吧 哎呀 对 也就一米七 你闻完 闻完 一米 那怎么了 我这身高 这是世界男子标准身高 这都你爸教育的 对 比我们爷俩高的都是巨人症 哎 对 那拿着解宽心不就 对对对 马上改改刑法了 你多高 我一米七八呀 七八枪毙你知道吗 行什么呀 没事啊 那是烧饼的爸爸 我行 我行 我身高不是说我愁的事儿 嗯 我最着急的什么事儿啊 嗯 到现在 单身 拍下来 女观众都激动了 对 不用 什么套是吗 把孩子给我吧 跟你不行 你奶水不足 你知道吗 什么男同志 你死不死啊你 我怎么了 你还单身你 没有女朋友 你没有固定的女朋友你 我跟你一块 我还不知道你们我 你怎么退学你都忘了你 我怎么退学 他们学校教导主任都怀孕了吧 行了行了行了 那不是因为我爸去给我开家长会吗 哎对对对 我真是 本来给了三十万嘛 行行行可以了可以了 别老胡吧 大伙都以为成真的了你知道吗 那就是真的吗 我这一圈学院回去 再看我爸都进去了你这个 那你那你多高兴 我高兴大事 第一继承人你 未准你知道吗 我我这人 你还不相信我吗 我这人你还平时说相什么 还凑合 在感情方面脑子不行 架不住女观众勾的你 这这都是其次 真的啊 我就考虑说我 我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呢 这有什么原因呢 总结出来了 什么呀 没钱 对了 啊 你还没钱呢 全中国说相钱都让你们家骗了 你还没钱 你还没钱 用得不好 那怎么说拐 就我没钱你不知道吗 不是那你爸那么多钱怎么不给你啊 多新鲜啊 他知道真相啊 我这 他赚那么多钱那是他的 我能花他钱吗 你不花他钱你花谁钱 真是我 他们说花余谦钱 余谦钱都给郭小宝花了 对对对对 我们这都什么关系 我就是郭小宝 这个你这个 我心里难受啊 那怎么办啊 我也想过上好生活啊 你看我那朋友们人一个个人穿着什么衣服 你还有朋友呢 多新鲜 人穿的衣服 全是那奢侈品 你给介绍一下 穿的衣服上面那狗头知道吗 狗头 对 什么衣服有狗头 小鹿那个 什么衣服 迪斯尼的衣服知道吗 那是好衣裳吗 这不是那个 纪凡西啊 哦 纪凡西是好衣服 纪凡西啊 纪凡西知道吗 我还说英语啊 知道吗 人生快穿那个裤子啊 圣罗兰 哎哼 三老双的知道吗 咱用国语交流好了 是 我说的是国语 穿的衣服穿的鞋 嗯 好人家穿什么衣服 我穿 我就德文华服我就是啊 您出门也穿这个啊 对 晚上过十点不让出门了 你知道吧 爬爱打 像诈师的 啊 你这我怎么跟人比 我这一身加一块 没人鞋带值钱 那也没有丹麦的 啊 人家一出门 人家豪车 法拉利 兰博基尼 S.O.V 啊 不不不 跑车 人家开真是超跑 嗯嗯嗯嗯 我什么呀 你好车 我车是比它贵啊 嗯 地铁 是吧 啊 你这不比法比啊 怎么差这么多呢 回家我找我爸 我说理去 啊 我说没有您这样的知道吗 嗯嗯 怎么就不能给我钱 哦 我怎么就不能出去炫富去 哎呦 给我呀 哦 说完这话 给我爸气的 嗯 什么孩子你这是 啊 三观不正啊 哦 我替你的未来感到担忧 哎呀 你以为有钱就好啊 啊 你以为爸爸像你想象的 那么快乐吗 你错了 爸爸的快乐 你根本想象不到 你这 标准的坑爹 我跟你说 你爸早晚舍在你手里 我听完我就明白了 哎 对 当然这 这个可能不是真的啊 你爸究竟什么快乐 别别别别 这真不能说 那几个女主持 不不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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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怕人家爷们找去 哎呀 我我这个人啊 啊 后来我爸一说完 我明白了 嗯 这个什么事都得从自身做起 对 对吧 你自己强大才是真的强大 嗯 我一想也是 啊 原来我上学的时候 那好多姑娘都特别喜欢我 我说你爸花多少钱了呀 你花钱干什么呀 不花钱凭什么喜欢你 看中了我的魅力知道吗 姑娘眼睛不好 你就是 你怎么老这样 嗯 都躲把了挺累的就别异了 知道吧 真真事 真事 看中了您的魅力 太喜欢我了 嗯 可不吗 嗯 那时候那个班里好多姑娘都都追我 是啊 那我也也也谈过恋爱 嗯 也谈过恋爱 初恋 初恋 嗯 啊 那是十四五的时候吧 我您发育还够晚的 啊 怎么意思你是 你爸一般八九岁就爱恋爱 没听说过 那会儿 嗯 有一姑娘 嗯 挺喜欢她的 嗯 后来在一块儿谈恋爱 在学校在一块儿 出去放学了还在一块儿 嗯 时间长了我就有点烦 嗯 因为你出去你逛商场 总是那几个 嗯 我说咱以后要不就 就甭甭出来玩了 一说完人姑娘不高兴 嗯 讨厌 嗯 那要不这样吧 咱不逛商场了 嗯 上我家去呗 我说姑娘这么主动啊 正好我爸我妈也不在家 哎呦 行吗 哎呀呀 看这姑娘挣过钱看来 我说干嘛 上家干嘛去 上家 上家玩去 我说上家玩什么呀 嗯 缺德的 你还不知道啊 玩点那个 你们男生都爱玩的呗 哎呦呦呦呦呦 英雄联盟 看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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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吧 我给你打辅助 行行行 你是你爸亲生的吗你 怎么了 你这荷尔蒙有问题吗 你这 我就不喜欢这么直接的 这是吧 你跟他装糊涂 对 那你介绍给我可以啊 那倒不至于 后来后来就要不在一块了 等人不理你了 一直单身到现在 嗯 现在到二十岁这个年龄 也非常的渴望爱情 是啊 对 我看着您我就羡慕 您渴望爱情 不不不不 我有男朋友啊 没听说过 我那意思 您有一份不悔的爱情 这倒是 结了婚了 气死你 那倒不至于 您想今年 您是贵僧今年 我今年二十一 怎么 我这也一 我这 你跟扎克罗看着像童年 怎么 我说虚岁二十一 那你十岁呢 三十五 实书十四岁的是不是 那怎么了 到底多大 三十五 三十五 你三十五这有什么 堂上掖着呀 就三十五显然 中年嘛就是 对呀 人到中年 可以 三十五 三十而立 对 你这都立了五年了 什么叫立了五年了 成家立业 成家立业 好 结了婚了 结婚了 嫂子比你比你小吧 小七岁 哎哟 秦瘦啊你 小七岁怎么就秦瘦了 你长得那么小呢 没听说 我个玉签比 我就是圣人 我跟你说 我我现在 我要找一七岁的 马上就给我定下来 你知道吗 你不是没找过你 我多长得找过我 小七岁很正常 小我的天 小七岁 嗯 你今天都三十五 三十五 他比小七岁就是四十二 哎呀 那呀 你说这是你们家长辈的 小话 小七二十八 二十八 哎 好啊 嗯 二十八岁 嗯 好 你看啊 别看上了岁数 二十八算上岁数吧 不算啊 不算啊 女同志二十八正当年 正当年 嗯 有一孩子吧 哎 对 有一孩子 呼 我见过那孩子 嗯 当时还一两岁那会儿呢 对 个儿不高 刚会走路 嗯 在地上 跑得快着呢 哦 贴地剑一样啊 什么形 跟土形村似的 孩子在地上 你说这是我师父那时候 你说 你看看 这小孩的地上来回跑 嗯 形容嘛 哎 看着孩子也可爱 嗯 长得跟严格祥一模不一样 你是吧 这么一个 那是我儿子嘛 你都说是 都说是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嗯 看着孩子你美啊 哼 我也高兴 看他们家的孩子 嗯 嗯 嗯 哎 嗯 行 干嘛 您这 不是我们孩子瘦得了吗 您这 行了行了行了 断个抖有福 知道吧 嗯 嘿 叫叔叔 哦 这是我们孩子管的叫叔 叫叔叔 怎么不说话了 叫叔叔 你听见没有 哎 干嘛 你笑不笑 别来了 别踹了 别来波 叫 我们孩子没多少血 知道吗 你 不叫 不叫 别打孩子呀 就这一个 你有二胎嫂就double kill了 你知道吗 像话 什么孩子 你这 不跟你闹了 不跟你一般见识 叔叔给你把脑袋捡回来啊 啊 怎么头都掉了 孩子找一小娃娃那头打掉了 你吓死我了 真是 你知道儿 这孩子 你得让他 你不能除我子呀 您这就不除我子 是不是 这孩子应该得可爱 嗯 嫂子生完这孩子愣看不出来 就是身材没走形 嗯 有的那个女性生完孩子可能稍微有点臃肿 是 嫂子没有 嗯 二十八岁了 哎 生完孩子 有时候我经常纳闷 嗯 我说嫂子你说你 手不了解 摸什么呀 嫂子 闻也不行了 您过来 您过来 您站黄线后边行吗 啊 嫂子是地铁是怎么 像话 没人上 这个你这儿 嫂子 这身材怎么保持得这么好啊 她好运动啊 因为她爱跳舞 哦 对 舞蹈达人 嗯 身材保养的也好 嗯 S型身材 哎 从正面看 啊 是一个 从正面看 哎 你先等会儿 我形成竖懒了你 啊 S型从侧面看 嗯 侧面是个Z 这还要得了吗 这是 我也不是怎么发 就是从侧面 侧面 哎 反正身材非常的好 嗯 这点您跟她比不了 我怎么着 嫂子好动你 好净 是 这人平时在家里 没有说好跳 没有这么激烈的爱好 嗯 自己就喜欢 没人看个书啊 嗯 古灯点 那个高科技的产品啊 什么高科技产品 人家玩手机 啊 啊 你后台 我们也有喜欢的高科技的 谁啊 你现在这个烧饼 啊 就刚才扫地那个 对对对对 就我的孙子 嗯 他特别的喜欢 高科技产品 是吗 啊 那天看着眼睛响了 嗯 高兴过来了 哎 哦 何强兄弟 嗯 这个我跟你说个事啊 嗯 知道最近有个新鲜玩意儿吗 哦 什么呀 透视眼镜 什么叫透视眼镜 你戴上这眼镜 你看谁谁都光着屁股呢 就还有这么正义的眼镜呢 嗯 嗯 买去吧 赶紧买去吧 嗯 你说颜小强高兴 嗯 上网就买了 什么呀 京东上网上欧买 货 啊 上午订完下午货送到了 哎呦 人家送快递站他们家楼下就喊 啊 颜小强 人家透视眼镜到了 别嚷嚷啊 这买这能嚷嚷吗 让你赶紧戴上啊 啊 打开了一戴上货 效果怎么样 送快递这小子光着屁股站边上呢 真没穿衣裳 太好使了 啊 来吧 嗯 出去试试吧 上哪儿了 可这北京就溜啊 溜溜溜了一天 到晚上十点多 实在逛不下去了 怎么呢 贫血 我这出息了 回家回家回家 刚一进家门 整瞧那这烧饼 跟他媳妇俩人 坐床上正聊天呢 透过眼镜一看 这俩人也光着屁股的 太滑稽了 怎么还光着屁股呢 去你他妈